小农友百科,为你解读各种农业小常识。 我们经常说18种氨基酸,那么都有哪些呢? 在作物的生长过程中,都起到什么样的功效? 那么,你了解氨基酸吗? 氨基酸肥料有啥功能呢? 小农友带大家来探讨氨基酸的哪些事? 那么,到底啥是氨基酸呀? 氨基酸是构成生物体蛋白质,并同生命活动有关的最基本的物质,是在生物体内构成蛋白质分子的基本单位,与生物的生命活动有相密切的关系。 它在抗体内具有特殊的生理功能,是生物体内不可缺少的营养成分之一。 氨基酸是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,赋予蛋白质特定的分子结构形态,使它的分子具有生化活性。 蛋白质是生物体内重要的活性分子,包括催化新陈代谢的酶。 说到没有,酶是什么呢? 酵素俗称酶,是一种具有催化活性的蛋白质。 无论动物还是植物,一切生物的活动都需要酶的参与。 它有两种形式,分解酶与合成酶。 在肥料中,它可以加速有机物质跟介绍小分子物质,更容易被植物吸收利用,同时可以增强植物活性,加速合成,进而加速植物生长。 从理论上讲氨基酸有无数种,只要符合有一个氨基和一个缩基,同龄一个碳上,并且无有效的碳件就行。 但生物仅成蛋白质,仅利用了下面18种氨基酸而已。 18种氨基酸包括,干氨酸、酿氨酸、氹氨酸、酥氨酸、酥氨酸、酿氨酸、酸氨酸、酶氨酸、酸氨酸、酪氨酸、酸氨酸、烂氨酸、氨酸、天门冻氨酸、鞋酸酸、酸氨酸、氨酸酸、旄氨酸酸、氏酸酸、酢氨酸酸、酥氨酸酸、酸酸酸酸酸和酸酸酸酸。 氨基酸对作物的生长发育有很大的作用,许多农科人员称氨基酸为根系肥料,对根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刺激根端分生组织细胞的分裂与增长,使用苗发更快,刺身根增多,根料增加,根系深长,最终导致作物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大大增强。 氨基酸进入植物体内耗,对植物体的刺激作用主要表现在呼吸强度的增加,光合作用的增加,各种类的活动增强,从而使果实提前着色成熟,取得高产,提高产值。 氨基酸肥料有哪些功能? 1. 氨基酸可对土壤进行改良,促进土壤团具体的形成,土壤团具体是土壤结构的基本单位。 2. 使用氨基酸可改变土壤中含盐过高,碱性过强,土壤高度分散,土壤结构性差的绿化性状,促进土壤团具体的形成。 2. 使用氨基酸后,土壤溶重明显下降,土壤棕孔细度和持水量相应增加,有助于提高土壤保水保肥的能力,从而为植物根系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条件。 2. 氨基酸对土壤微生物趋势,即酶活性的影响。 土壤微生物是土壤主成成分中的重要原因之一,对土壤有机无机制的转化,营养元素的循环,以及对植物生命活动过程中,不可少的生物活性物质酶的形成是有重要影响。 3. 氨基酸能促进土壤微生物的活动,增加土壤微生物的数量,增强土壤微的活性。 国内外大量研究资料证实,适用氨基酸可使好气性细菌、放线菌、纤维分解菌的数量增加,对加速有机物的矿化,促进营养元素的释放有益。 3. 氨基酸对化学肥料有增效作用。 目前国国普遍种植对大、铃、钾菲平均流失率达到50%,通过氨基酸对肥料养分的分解,能提高农作物根部的良好吸收,从而大大的提高化肥有效的使用率。 今天小农友百科的分享就到此,希望你们继续关注农业资讯报报看,接下来会为你们讲解更多的农业知识,拜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